因為第六屆的排魯運動會在春月鄉要舉行 到了這個老崎家 在那邊去點聖火 準備在21號的時候把這個聖火傳到16個鄉 就是排灣族跟盧凱族 所以我今天來到這邊 全國原住民排灣族盧凱族民俗競技及運動會 第六屆儀式到屏東縣春日鄉 預定在10月10號到12號展開為期三天的活動賽事 9月7號冒著清晨大雨 前往世界遺產前立點老七家四盤屋聚落 在部落馬上攘一攬趙旭盈家屋前引南聖火 排灣族特有的林媒助导賽事順利 勇士們接力經常跳起勇士 祈求祖林士以族人力量獲得卓越成績 兩年一度的排魯民俗競技運動會 報名人數已經超過三千人 第六屆賽事是五項競技 除籃球、排球、足球、壘球之外 還有傳統的手力、角力以及拔河等項目 角度呈現利於美賽事精彩可起 老七家可說是儀式獨立的山城 到今天仍然有五十棟左右的完整石板屋 是鄉內既古老又保存最完整的舊部落 在此引南聖火有新火相傳 及點燃開賽的涵義 也希望結合傳統文化來讓大家更加認識老七家 它是文化不要申請世界遺產的潛力點 厚重結成石板金橋細緻堆疊 整個部落就像是儀式獨立的山城 引火儀式由香廠、柯志強、立委、高金、樹美、 議員周成文、編輯、趙修英等點燃聖火 春日相接辦排魯運動會 預計安排良辰及時 把聖火傳送到東平郊界的近水營古道 由排魯各鄉正式代表前往取回聖火 希望引新火之後讓大家共同迎接排魯選手大會時